百万高兴的另外一种可能呢 当然是自己创业 不少台湾年轻人看中大陆庞大的市场 到大陆去创业 有的即使是家庭富裕的富二代 但是大陆市场对他们来讲 仍然有着无与伦比的诱惑力 因为在这里 你可能可以创造出一个辉煌 它是远远超过他们富裕原生家庭的辉煌 他们理想背景 不靠父母 期待有一天能够自己闯出一片天 不过在此之前 他们得学会一件事 就是先跟这个多变的市场谈恋爱 唯有真正的喜欢竞争 享受竞争 才能够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 夏天的滋味是什么 两位三尺出头的台湾年轻人 重新替上海定计 那需要一个多久时间 大概三十年了 33岁的陈永志 秒杀芒果 全是练出来的 他原本是室内设计师 跟创业伙伴宇秦南 是学土木出身的工地主任 两个人完全没有参与背景 我们年纪其实说年轻不年轻 说老也还没到很老 对啊 还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出来 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那汪果斌在对台湾来说 又是一个非常有记忆的一样东西 他们想为自己的人生创造不一样的可能性 于是带着家乡的味道 去年登陆创业 一开始就碰到难关 比早工作还蛮 大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上海店面寸土寸金 店里六平大的空间 月租金就要八万多台币 他们爆肝工作 有时候一天连四百块台币都赚不到 有七十七块过 大概四五个月 从礼拜一到礼拜天都没有休息 熬了半年 靠着微步行销跟顾客口耳相传 芒果斌生意开始火了 小清新台湾味 让挑剔的上海顾客吃出心意 台湾是那个我怕那怕花的 然后剩下其实都是客人怕的 就相当于有一点 夫妻老婆店的感觉吧 夫妻老婆店 比较温馨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爽 一盘一百五十块台币的兵 虽然比市场四五十块钱贵 照样吸引许多情侣党 跟小资女来尝鲜 周末营业额能冲到一万五台币 几乎是以前的四十倍 我看了外面的时候 拜托不要再来 其实现在如果要买的 应付二三十四三十四 也没问题 陈永志跟引擎男 从外行到内行 靠台湾芒果斌 完成创业梦想 但说真的 在大陆创业还真是万事起头难 即使有钱 有背景的台湾企业家二代 也不见得吃得开 从拍照中 并桌设计灵感 38岁的游志瑶 算是资深好二代 父亲是知名巴宝州企业老板 家族实力雄厚到 让他在扬州可以横着走 不过他却在三年前选择单飞 当然反对啊 很反对啊 我后来有跟他 没多久我就跟我爸提议说 我想在杨州开广告公司 开设计公司 我说你有企业你不干 你做什么小设计公司 那个没什么前途了 不过父亲反对 在美国学设计的游志瑶 毅然创业 公子哥第一次尝到低头的滋味 为了做生意 他走遍大陆二十多个省市 秀市场的味道 现在有两家品牌策划公司 跟善变的市场谈恋爱 是游志瑶在大陆跌跌撞撞后 摸索出的心得 你只要有把握三层你就干 所有事情不要把握太多 因为所有事情都在变 我是之前就说 所有事情的市场也在变 人也在变 台二代不想被贴上 贬义的富二代标签 不仅勇敢做起创二代 也扛起家俗企业创新的责任 这边通常都会有一点 都会有一点远 但这边其实是没有 突袭检查 房间清洁 34岁的Peter 是时尚旅馆的总经理兼保姆 过年的时候很忙 很多员工都是 一直工作到清晨大概两点多 那我那段时间 就是大家的保姆 所以我常常下去做菜 Peter在加拿大 做过七年专业会计师 父亲是房地产公司的掌门人 但是他抛弃人人猖献的工作 两年多前反而回到上海 选择替家族开拓新战场 投入陌生领域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使命的 就创业 我今天我允许自己失败 但今天如果我是 一个家族的企业 这个责任是整个家族的 我是不允许失败的 不管是台二代 还是台一代 三十多岁的台湾年轻人 勇闯上海滩 一定做好艳阳下 跟大海搏斗的准备 工作人员 最后要聚일로 做好艳阳下 来看看